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姜二娘子 这玉佩 到底是何来利呀 已故之人的事 不足肃国公挂齿 还请肃国公将玉佩还我 肃国公想要多少钱都可以 我像缺钱的吗 那肃国公想要什么 我还没有问出我想要的答案 那日在真女堂 我利用你事迫不得已 还请肃国公放过我 将玉佩还我 你不要这么紧张 不然 会让我以为 这是你那情郎 送你的定情信物呢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认识他 不如这样 你来告诉我 那姓秦的 将赃证藏在何处 如若准确 我便还给你 如何 我再说一次 我不认识姓秦的 别玩了 主角 找赃证比较重要吧 如果青城山找不到 可有别的办法 你们要找的 可是那天那个人 闯进真女堂藏的东西 若我告诉肃国公 你们要找的东西藏在哪儿 肃国公就会把我的玉佩还给我了吗 说来听听 在真女堂的后院处 如何证明啊 他手上有果泥印子 后院处有一棵树 那几日风很大 吹落了不少的果子 那些果子很像桑圣 手指一沾就会染色 好几日都洗不干净 他挖过那片地 你怎么知道 他就不是在别处沾的呢 我在真女堂待了十年 自然很清楚 那里的果子 与别处不同 倒是个不错的借口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当真不问一句 你那小青狼如何了 他现在可还在我手上 听这话 肃国公是还在怀疑 我和那个姓秦的有私情 怎么 没有吗 那日我被人以刀底后 我今日又将自己 已知晓的事情 全盘托出 这叫私情 私情大过人命前途 肃国公你脑子呢 你刚才是在骂我没脑子吗 对 你没脑子 女人的明节有多重要 肃国公不会不知 我容身之处被人无端闯入 那闯入的人成了情郎 我成了淫妇 你谈笑之间我明节静悔 更可怕的是 而好重口说尽 机会消苦 你是想逼死我吗